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2022中国好声音官方公布第二位导师 已确定是一位港台天后人物与王妃平起 随着2022夏季的到来 每年跟随夏季而热起来的中国好声音 也即将揭开它精彩的面纱 在去年连续举办了八季的我是歌手 也是画上了完结的句号 而这档举办了十年的纯唱歌的选秀节目 中国好声音却也是实打实的扛过了第九年 当我是歌手节目组宣布完结的时候 也是有很多观众开始在担心 这只有单一风格的中国好声音 但从去年的节目来看 节目组也是开始了加入一些新的元素在里面 比如开启原创赛道 虽然最终在比赛中 原创歌手似乎也并不怎么吃香 反而吃亏 但也算是有不一样的想法 或许在纪念新的一季节目中 我们看到了观众们的反馈 然后做出一些改变 将原创和翻唱完全的分开来进行 PK呢 其实这也说不定 比如新增了导师捞人的新规则 虽然结果有可能还是和观众想象的有些出入 也或许有些导师完全感情用事 但有一说一 还是会有很多选手带来了新的机会和希望 同时还增加了选手们的抗压能力 而对于观众来说 这样看着其实也是非常带感的 毕竟要有反转且battle的氛围 那就是最爽的 比如在邀请导师上也用了流量的招数 在去年的四大导师中 没读李宇春是第一次做上好声音的导师席位 而其他三位也都算得上是老油条了 为什么节目组邀请李宇春 首先第一点不得不提的就是 李宇春自身所带的流量和人气 在这个偶像更换迭代迅速的年代 似乎能够一直保持超高人气的偶像真的不多了 而李宇春也算是这不多钟的一员吧 就单纯的从每年跨年晚会的实时数据来看 他也是能够直接拉出成抛物线的收视率的 当然他的实力也还是在那里的 但个人觉得他更适合唱跳型的评委和导师 以上三点算是四季军能够肉眼可见的改变 而在今年作为中国好声音举办的第十个年头里 不知道又会有什么样的新花样呢 目前来看 又先在导师这一栏上用起了小心思 首先在去年好声音刚刚结束的时候 就直接官宣了2022今年好声音的首位导师 那就是小天王周杰伦 这一波官宣当时也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毕竟周董自身的影响力也是在那里的 虽然在之前他所带领的战队并没能摘得一级的冠军 但也影响不了大家对他来当导师的呼声 随后也是出现了各种四大导师阵营的小道消息 但一切没有看到官方物料的消息都只能称之为传说 目前好声音还选的已经接近尾声 而距离2022中国好声音开播的时间也越来越近 官方也是提前放出了又一位导师的海报宣传物料 在海报的现场 我们又看到了一位港台天后孙燕子的大幅海报 毕竟这是官方的活动 也是官方匹配的物料 所以应该算是确切真实的信息 如果要说这是节目组的虚头 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随便用人家的照片宣传算是侵权的 这一点节目组肯定还是懂法的 所以综上所述 2022中国好声音第二位导师 肯定也就是孙燕子没跑了 对于港台歌手 四季军也不算太了解 他们的过去 但他们的歌却也总是在我的收藏里 对于孙燕子 想必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就是那一首《遇见了吧》 在我的印象里 他好像比周杰伦还要早一点出道 但也就都是在那几年活起来的 而且也都是90后的青春和回忆 而且这次好声音 也是孙燕子出道21年来 首次担任评美吧 确实还真的是蛮让人期待的 或许这次天王天后的混合双大 能够改变节目组的某些固定 或从未改变过的规则呢 等于把某些固定的某些固定